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快的兄弟大方玩自黑 因为那个今天那个奖 他没花钱 郭敬明 陈学东 相亲相爱 小四否认绯闻 他就只是很单纯的朋友关系 对啊 不然的 毕竟曾经爱过 盘点那些分手见面不尴尬的明星们 苏永康香港大婚 兄弟团热力助阵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吃阿哥立步海台点心面 对阿光明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君诚 大家好 我是温牛 是的 今天晚上相信大家都在等待这部电视剧的开播 那就是于震版的神雕侠侣 不然电视剧的各位你们做好准备没有呢 因为我身边一个小伙伴 他已经说在这个看电视 要拿出笔记本 然后把剧中的每个槽点一一记录下来 还在疯狂的吐槽 是 我跟你说 你其实这个身边小伙伴动作已经慢了 知道吗 汪思聪问人家就手前开套了 还有说这个电视剧版里边的 这个小龙女陈晏熙演的不是小龙女 这就是一个傻姑嘛 我这样说陈晏熙也未免太不分了一点呢 没有关系陈晏熙啊 在这呢 我牛要教你一招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勇敢的大胆走出来 来不断的自嘲 就像我一样啊 平时我就说 我个子就是很矮啊 然后上节目呢 还订两个鞋垫 我身高只有一米七五哎 听听听听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你这是自嘲吗 你这简直是自夸 知道吗 我这是有图有真相的 你看啊 这个是多少 身高是多少啊 这个不要加急 不要拿穿 由于自嘲真明星 范冰冰自嘲微胖美 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明星 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可太受关注的结果就是 时不时会面对网友们的重伤和吐槽 而近期这些明星们 似乎找到了应对调侃的好方法 那就是开启自嘲模式 霸气的范冰冰 虽然拥有一张精致的小眼 无奈却有着欧美式的大骨架身材 一不小心就会被人调侃成胖爷 昨天范冰冰出席某游戏品牌代言活动 又被问及胖这个话题 范冰 你真的不介意被大家说吗 我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女生太瘦了不好看 对 然后而且我自己一向崇尚微胖的 那也是因为我解不下来的原因吧 哎呦 我说范冰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小编小问问 微胖界最流行的宵夜 你能hold得住吗 都是微胖界的吗 那我还觉得就反正 天后晚上有时候就饿了 都特别想吃烤饭 对 我也是 会会会 我忍不住了就忍不住了 我就冲出去了 我就开着车就出去那个烧烤店 那因为晚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戴口罩 也不需要戴帽子 就进去来点什么串什么的 你就对 还是挺过瘾的 原来范冰也是这么接地气啊 不过我说范冰 如果再胖下去 难道不担心你的男朋友 会抱不动你吗 小编真心感叹 范爷威武啊 由于自嘲真明星 萧敬腾再展降雨神功 由于自嘲的 除了范冰冰之外 还有近期在上海 开演唱会的萧敬腾 自从被网友们授予雨神称号之后 萧敬腾就一副是把雨神威力 进行到底的节奏 而这次来上海开演唱会的萧敬腾 也不负重望 刚一落地就为上海带来了一整天的绵绵细雨 每次开唱都要受天气的困扰 也亏得老肖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小编屏给雨神贵了 由于自嘲真明星张静萱 甘当林峰疏童 去日音乐才子张静萱现身广州 为歌迷带来了一场小心演唱会 虽然当天宣仔红楼不舒服 但依然不改高音王子本色 评标高音 话说近期宣仔在其签约公司 迎来了自己的好朋友林峰 公司更给林峰一哥待遇 马上为他量身定做新专辑 不知道张静萱心里会不会有点酸酸的呢 没想到张静萱却丝毫没有在意 还自嘲自己可以当林峰的小书童呢 我是很怕古装的 如果有机会可以和阿峰 怕古装都挺有趣的 我可以演他一个小书童 小编屏 这是为好友甘当日夜的节奏吗 乐范天综合报道 你刚才有点过分啊 居然在我起见的时候来偷胎我 把这个体重和身高都给我拿出来了 没有不管怎么样这是事实吧 对吧你如果说过分 我还有其他你的体检照片 还要不要再放出来呢 你敢放呢 我就还有你的更劲爆的 求放过求放过 对我刚刚说到自嘲号 我记得呢在我的微博上呢 有个粉丝就问我了 说小鱼哥平时在节目当中经常说 抠门啊 然后会问我 他自己还是不是这样子 我给他解释说 其实呢小鱼啊 他作为上海人呢 很懂得节俭 其实节俭呢 是个好习惯好事 本来就是嘛 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回合 对啊 大家说到这个节俭呢 我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大家可以不用花一分钱 又可以看好戏 又可以好吃好玩 这是什么呢 就是由我们东南卫星传媒打造的 东南演艺记 在本月已经热情开罗了 是的 从现在开始 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呢 就会推出经典的儿童剧目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赶快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就可以获得儿童记的门票啦 当然除了好看的 还有好吃好玩的 那就是我们一起参加的 亲子嘉年华的系列活动 只要你参与互动活动 就有机会拿到这个门票 赶紧来参与吧 好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娱乐圈的敏感话题 年底一到 也就到了各类颁奖典礼 景鹏的时候了 而这样难得的聚会 自然也就成为了 各位明星大佬 回集麻辣话题的最好舞台 敏感话题我不怕 李一峰经纪团队重装上阵 在昨晚举办的时尚先生 颁奖红毯上 李一峰作为 压轴男艺人帅气登场 虽然今年随着 电视剧《古剑奇谈》的热播 苏苏的试验与人气 也算达到了巅峰 但是这红了吧 乱七八糟的 是是非非也就跟着来了 这部随着上个月 经纪人以及宣传团队的 相继离职 不少粉丝都对 李一峰的未来星途 与演艺事业表示堪忧 不知道面对外界的 种种参疑 李一峰是怎么看的呢 全新的团队 全新的工作心情 重新出发的李一峰 也大方透露 这两天就要禁组拍摄 由封小刚导演的影片 老炮了 我演他的一个儿子 他说 我说 导演内心也是一个 美男性的内心 你觉得笑不笑的 我呀 我还是跟我爸爸讲的 敏感话题我不怕 筷子兄弟回应 美国买奖话题 要说今年水嘴红 非国民男神李一峰莫属 而要说到神曲哪家强 当属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啦 把草根玩出了国际份儿的筷子兄弟 也在昨天颁奖典礼的 受摇名单之列 只是出现在红毯上的 居然只有硝烟一人 话说平时形影不离的一双筷子 怎么这次只剩一根了呢 因为那个 今天那个奖 他没花钱 他去美国的奖花钱了吗 你自己上网啥去 自己上那个 他们那个官网查一下 看那个标多少钱 刘本还想调侃一下 搭档缺席活动 没想到一句玩笑话 却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不过要说起筷子兄弟 在2014全美音乐奖 获得的这个年度国际歌曲奖 虽然是飘扬过海领回了奖 但也惹来了一片骂声 更陷入了赤巨资 去美国买奖的巨大争议中 尽管目前整个事情的经过 都已经水落石出了 但肖阳还是希望 外界能对筷子兄弟 勇闯美国主流音乐颁奖里的勇气 点赞 小微评 娱乐圈有风险 领奖虚谨慎 民感话题 我们怕 郭敬明成亲与陈学东飞闻 郭敬明与陈学东两人的激情飞闻 近来也是霸占了各大网络的热搜榜 特别是最近陈学东出席电影活动时 一句我与郭敬明是互相在乎的人 更是把这个传闻吵得沸沸扬扬 面对外界这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 咱们当然得问问昨晚出席活动的当事人郭敬明了 他说你们两个是互相在乎的人 平时都是怎么互相在乎的人 他应该说的是互相关注 我当时可能听错了 或者他意识很快说错了 那网上都说你们两个就是感情比较好 还蛮合适的 我们就因为 因为本身我们在上海的艺人就很少 所以平时大家一起会吃饭啊 唱歌就聚在一起玩 我们上海艺人可能就那么几个 就那么几个 对对对 一向打着两人只是纯有仪的旗帜 走遍天下的小四 面对众媒体们这般咄咄相逼 也是醉了吧 那你的意思只是跟他 就只是很单纯的 对啊不然呢 不然呢 不然你只要跟我说 小贝里平 好朋友只是朋友 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 乐阪点综合报道 其实当天晚上这样颁奖典礼 还有一个亮点呢 就是海青来为郭敬明颁奖了 对哇 你看看海青这身衣服 真的是要为他点赞了耶 除了这个衣服点赞之外 我觉得还为海青的脱高跟鞋点赞 因为当天呢为了顾及到郭敬明的身高 海青上台为他颁奖的时候 是脱掉了自己的高跟鞋 对而且我听说呢海青自己也说啊 呃 女演员呢要给这个小四来颁奖的话呢 就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要服从 那就是要脱掉高跟鞋 本来是好意哈 但是呢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脱掉高跟鞋之后呢 依然是比小四多出了一个头 这视觉显示的更加明显 感觉是好心犯坏事 那你刚刚说的尴尬我觉得还好了 因为最终两个人还是非常欢乐的走向了舞台 气氛也是非常的和谐 对 然后你刚刚说到尴尬这个次 我觉得在娱乐圈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过往的明星 他们都是一对的情侣 在同台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尴尬呢 我觉得吧 应该多多少少不会太尴尬 因为他们都相信有句话 那就是再见还是朋友们 在原来原去原如水的娱乐圈里 两人和平分手 不思破脸面 已经算得上是很有风度 然而如果分手了还能做朋友 那这样的行为简直真的像是高尚了 看看娱乐圈里的几对已经散伙的恋人 就不难发现 两个人恋爱时 你浓我浓 固然羡煞旁人 可转眼缘分近了 两人反目成仇 互相撕咬的嘴脸 简直是让路人看着新娘 所以啊 对于那些能保持形象 与前任保持良好关系的明星 小编这是要给大大点赞呢 自从风飞复合之后 不少网友们都大呼着重新相信爱情了 可大多数人却忘了 那个被甩在角落里 默默推出演艺圈的王妃前夫李亚鹏 身为曾经的厚的男人 这么多年来 李亚鹏并不好过 可难得的是 在这离婚之后 李亚鹏始终低调 不哭不闹 不抱怨的沉默男人形象 反而为他拉到了不少分数 而风飞复合的新闻爆出之后 网络上一时之间是鲜花与板砖齐飞 而李亚鹏却毅然决然站出 在微博上力挺前妻 人世间爱的权势有很多种 每一种都应该得到祝福 孩儿他娘祝福你加油 这样大方祝福前妻 小编拨着自己的良心说 那是真心做不到啊 微博一发引来八方点赞 网友们纷纷称呼李亚鹏为中国好前夫 而王妃也转发微博表示感谢 看着如此和谐的关系又怎能不叫人感慨呢 像李亚鹏这般成人之美固然值得嘉奖 可要是像霍建华与陈乔恩这样 昔日情侣携手合作 同样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哦 早年在拍摄电视剧千金百分百时 男女主角霍建华与陈乔恩成为一对恋人 后来两人因为事业最终分手 不想十年之后 霍建华与陈乔恩却又在电视剧 笑傲江湖再度重魂 戏里东风不败与令狐冲 谈着旷世奇恋 而戏外网友们也极力撮合霍建华与陈乔恩复合 只可惜身为当事人的两人 却似乎只能停留在朋友区域了 觉得也是给大家 我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就是 即便没有在一起了 即便没有联系了 还是可以当朋友 就是还是可以一起合作 可以同台 而世间的许多相遇 不过是久别重逢这句话 也不仅仅适用于霍建华与陈乔恩 张艺谋与巩俐 当年绝对称得上是男才女帽的恋人 只可惜最终圆尽分手 别以为两人从此各走各路 没想到老母子却愣是用一步 满城近代黄金甲 将巩俐重新推上事业高峰 荒野娱乐圈 还真没有哪位前男友 能像张艺谋这样不计前嫌 帮助前女友另辟事业讲土的 而张艺谋的一句话 让巩俐也皇后 是我十年的梦想 更让人唏嘘不已 而今年张艺谋在星座归来中 又一次找来巩俐合作 看来两位老朋友的缘分 还将继续很久很久哦 同样分手后还能做朋友的 还有林志颖与林心如 当年两人因为拍摄定 校园赶死队结缘 最终因为距离而分手 不过就算隔了那么多年 林心如与林志颖之间 还是依然有爱 不显尴尬 距离啦 其实我觉得距离啦 跑来跑去的 对啦 所以说其实都忙都很忙 就是他拍戏我也拍戏 要不然就唱片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 其实后来就很少碰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朋友 当朋友很好啊 就好 对呀 而如今林志颖带着儿子 小Kimi焕发事业第二春 林心如也转当制作人 化身女憨子 前程往事放在心中 过去就让她过去好了 其实呢 不管怎么说 能够相识相恋 就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 如果元庆分手 不妨看在美好回忆的份上 保持住最后的风度 要知道这恋爱不成 人亦在 如果朋友做不成 那不如就做一枚 安静的路人吧 何凡天综合报道 若永康香港大婚 兄弟团热力助阵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我相信 只要我们俩能够幸福 我妈会同意 我妈今天起了 高血压都犯了 我妈这有什么 三场梁照 跟她没完 他们这家人 有正常的吧 那个女孩子 长得都长过这么高 这就是典型的客户相 爱春荣 当婆婆 遇上妈之欢喜冤家 每晚19点35分 就在东南卫视 你的乐视 今天开开又乐视 老师好美丽 乐着我的菜 国立海淡点鸡面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娱乐乐翻天 欢迎 欢迎回到 好招给力 回海淡点心面 主要拐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君臣 大家好 我是蜗牛 我们来说说 甜蜜的事情了 这个周天王结婚在即 好像这段时间呢 周杰伦是忙于工作 昨天的时候呢 就飞到了英国的伦敦 来进行新歌的 MV的拍摄 而且大家也发现呢 婚礼也是爱相随 在这个周杰伦的身边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同时呢还要为周杰伦来充当 他的随身的翻译哦 我觉得两人 虽然没有正式的结婚 但是这种感觉 已经是夫抢夫嘴的感觉了 当然有人 非常的想问一个问题 既然来到了 那么浪漫的一个地方 而且周董不是之前说吗 求婚还没有求过 是不是顺便 把这个求婚也一起求了呢 哇 这么浪漫事情 一定要做的 那当然说到浪漫的话呢 在昨天的这个 苏永康的大婚的现场 也是充满了各种浪漫 和甜蜜的气息哦 46岁的歌手苏永康 终于昨天在香港 结束了自己 八年的爱情长跑 幸福大婚 不断进百位圈中明星 到场庆贺 十四位星级哥们 组成的兄弟团 更是羡煞旁人啊 这轮番拥抱一遍 都得花不少的时间呢 你是我的 小小小苹果 等我爱你 都不嫌疑 我红红的小脸温暖 喂 好歉啊 我一定要找你到风啊 好了好了 抱抱完毕 兄弟们一起来个大合照吧 注意别抢了新郎分头哦 你们两个别再闹事了 主角除了苏永康 可还有更重要的新娘呢 身为公司高管的冯翠山 当天一起简单红色 抹胸裙亮相 高贵华丽一百分 苏永康更小心翼翼的 扶新娘上车 满满体贴 好老恭喜相 不过苏永康啊 还是加快脚步回酒店吧 要知道各路冰棚 可都陆续到场咯 要说苏永康大婚 最令人期待的嘉宾 当然要数刚刚复合的 王妃和谢霆锋了 但霆锋不但迟到 还只有一个人到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 但依然很失望啊 风飞为了躲避媒体 不一同现身也就算了 曾秀文和荣祖儿为啥也孤零零的出席呢 原来他们的另一半都去参加兄弟团了 因为其实我不是有份做姐妹 所以我就负责迟一点点来 那师兄他就是兄弟来的 那一早就到 我可以想象一下 那师兄大概是什么时候结婚呢 还没有这个冲动 还在培养这个冲动 不能恩爱合体实在太可惜 不过看到这么盛大的婚礼现场 想必郑秀文已经开始 幻想起自己的婚礼了吧 我自己的个性 我就不听我买酒 就很难搞 比如说办婚礼了 连拍婚纱照 郑秀文都有点抗拒呢 婚纱想看 我又没有刻意很想赢 我喜欢一些 赢格一点的人 太斯文太传统 就好像赢了 办了办了 这种事强求不来 还是合力给新人送祝福吧 不知道大家都为苏永康 准备了什么新婚大礼呢 我准备礼金 都是历史一通 今天带来买实际的礼物 带来一张支票 然后我签的时候 我好像没有填数字 我公司会帮我填 会不会都有五六位数 应该有起码吧 相比其他人送上的超大红包 我们的歌神陈奕迅 估计要等苏永康回礼了 陈奕迅不仅是苏永康夫妻俩的红娘 还是当天婚礼的正婚人 当然是多谢Eason和彗孙 没有Eason和彗孙 今天大家不可以聚首一堂 因为我是她分离式的 没有歌分离 就没有这个方法 答案不言谢了 小编可是听说 平常鬼马的神讯 在当正婚人的时候 都掩饭泪光了 小小可能个人 到这个年纪 可能敏感一点的那些女士 做到这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 苏永康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的老婆 想想苏永康也46了 不知道结婚后会不会急着要小孩呢 切不切房子 很厉害 你说这些 你抓主意 坦白说 她的非行理数是那个我 我说的你知道 所以变成 这件事真的要 要大家研究一下 小编评 赶紧提上日程 争取生个养宝宝吧 乐范天综合报道 如果您家有一岁半至三岁半的萌宝 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有多了解自己的宝贝 赶紧加入东南卫视地怀之秀 宝贝大赢家的队伍 全国报名月线 691-3887-6803 东南卫视每周六 20点15分 地怀之秀 宝贝大赢家 你的乐视 孩子怎么又咳嗽了 妈妈头都大了 999小儿止咳糖浆 赶走感冒 营起的咳嗽 感冒快走 快乐回来 39小儿感冒药 国以良为本 民以食为天 做良心食品 让我们一起捍卫 舌尖上的安全 一万三千公里 万类茶道 无限降山 重返旧石荣耀 见证今日繁华 百年康长 茶道张兄弟 陶晴触发 真的美丽 是由内而外 深入发心 当然靠潘庭 潘庭乳液修复系列 浓郁 Purvy 维他命原 乳液精华 渗透支发心 配方 修复损章 内在强韧 外在轴亮 潘庭 不一样 佳杰市 团团圆圆 吃大餐 过年食物 含大量糖分 蛀牙威胁 无处不在 不怕 有佳杰市 防住修复 糖酸隔离队 升级配方 清新折离 感受得到 清新保护 四重防住 有助隔离 糖酸侵害 家姐一口 一口好牙 做家姐 防住修复 配方升级 健康的小开怀 我要让时光 在脸上倒着走 OLE大红瓶 肌肤细滑 紧致 富弹力 四周 挑战逆转十年几零 时光礼盒 采用湿滑 露氏其元素 新生素颜系列 OLE最美的你 累了 喝乐乎 皮神抗疲劳 困了 喝乐乎 皮神抗疲劳 喝乐乎 积发正能量 花生牛奶 就喝达立元 达立元 花生牛奶 好了 又到玻璃海台点心面 娱乐选危境环节 赶快看一下 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小雅璇 在这要恭喜 这两位幸运的观众 就可以获得 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台点心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五亿 亲笔签名的 写成集了 是的 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这个标志出现在 哪条新闻当中呢 只要大家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 娱乐乐饭天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会有机会获得 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台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还有就是我手中的这张 玉神肖敬腾的 亲笔签名的专辑一招 是的 零五多多 所以大家赶紧来索取喽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就相会在 娱乐乐饭天 不见不散哦 元姐